经济观察往实习记者流露近期,各地纷纷针对基建投资推出措施。 海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江超认为,面对急需应对的经济下行,虽然政策上的大基建已经护制欲出,但对于投资者来说,大建设也不容忽视。 江超强调,如果未来依然靠大幅增加基建投资发展,确实可以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。 但是这和以往计券投资没有本质区别,依然是在走老路,而目前最应该出台的政策,应该是给企业部门减负。 江超指出,对于目前的企业部门而言,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于需求效果,而是在于成本上升,这其中就包括原料价格、租金、税收、设保缴费、出口等,其大幅上涨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。 今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率下调1%值得肯定,但是幅度太小,不能抵消,应该增税机变大的影响。 而企业研发费用抵扣所得税不能汇集所有企业,因为如果企业没有盈利就没法抵扣。 江超说,江超还表示,基建投资基本不创造利润,而减税则完全不一样。 减税相当于增加了企业利润率,企业能赚钱,就会把资金投向更有利润的方向。 这可以集大股舞市场信心,并且政府减税,也是在放场限调大鱼。 江超建议,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下调企业消关税率,尤其是增值税税率。 如果从目前的16%进一步下调至13%,这样可以真正给企业部门减税一万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